用昨天做的肉酥 做了孩子们超爱吃的枝米饭团 鲜的煮米饭 一碗枝米一碗糯米 按1比1的比例 把枝米和糯米清洗干净 倒入电饭锅里 加入莫过枝米的清水 开煮饭键 在这中间 把准备好的鸡胸肉泼入薄片 加入生抽 少量的老抽 蚝油 胡椒粉和食盐 搅拌均匀 腌制20分钟 电饭葱用油热刷油 把腌制好的鸡胸肉放到电饭葱里 开中火烙制 两面都烙制金黄色 拿出来切成小块 放在一边备用 洗净去皮的胡萝卜擦成丝 锅里少放点油 把胡萝卜炒软 盛出来放到盘子里 接下来锅里的油温暂时升高 打入两个鸡蛋 把鸡蛋的两面都煎至金黄酥脆 现在脂米饭也蒸好了 黏黏糯糯的特别的清香 用勺子挖出来 放到保鲜膜上 用手按一压整理平整 现在上面放一层自己做的肉松 再放上煎好的鸡蛋 和一片生菜 两块鸡胸肉 最后再放入胡萝卜丝 淋入沙拉酱 把两头对着 把饭团捏紧实 再对白切开 这样一个致命饭团就做好了 喜欢的朋友一起来做吧 谢谢大家